属于北方还比较干旱来的 那大家呢有缘分 共同坐一个舟船 小使特别荣幸 跟大家有缘分 聚在我们长得 那我们真是千里跳跳 万里跳跳过来 是不是 那我们坐在龙舟之上 远眺过去 我们看一看远方的景观 就是不知道你们去过江南没有 眼前的景观 熟悉吗 对呀 有一点像 对了 我们讲究的是 意境的在创造 有取有舍 那我们前龙皇帝 康熙皇帝都曾留下江南 他特别喜欢 喜欢江南美景 不管喜欢江南美景 他喜欢江南美女来的 是不是 那他发现江南的景观很漂亮 那他在我们长得 大家都知道是他皇帝 清朝皇帝的下宫 每年初春时节都要到这里来 深秋九十月份打完梅花鹿打完猎 才回去 我们昨天有吃野味吃梅花鹿是不是 鹿肉 那我们大半季节都要在长得度过 所以说我们城内的秘蜀山庄周围的四面 都是清王朝怀柔政策的一种手段 那我们皇帝说了 我要在我的下宫 另外一座台都建成我最喜欢的景观 于是呢 他往江南好多美景去做建 那我们天然的湖缩 人工的岛屿 先拉湖追成岛屿建建筑 那我们这里的水源呢 都是活水 我们大家好奇 看上去说了 小石这水是很肮脏 绿绿的 告诉你们 那水很深 有三米四米这样深 手中的物品呢 宝贝也一定要拿好 那为什么是这种颜色呢 都是因为是我们天然的湖泊 有水草 所以有绿绿的 那我们顺着小石旗子这边来看 那边有三个瓶子 那瓶子下边有孔 就是我们水位的水闸控制地 所以说我们湖水是活